王楚清 首次打世界大赛男单发挥还好 赛前很忐忑 北京时间11月24日上午 在2021休斯顿时拼赛男单首轮的比赛中 中国00后小将王楚清以4-0横扫比第一时选手蓝底特 顺利晋级第二轮 赛后他表示自己对困难准备得很充分 在赛后采访中谈到对本场比赛的感受 王楚清说 其实第一场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吧 自己也是第一次打单打 这种忐忑的心情在赛前还是非常多吧 包括这种不确定性 不知道自己会发挥成什么样这种世界大赛 所以说第一场自己能够发挥成这样 我觉得还是自己对困难的准备做得非常到位吧 无论是刘主席赛前给我们的动员 还是秦岛给我们开会 包括自己跟自己的主管教练去看录像 我觉得整个比赛的准备阶段非常的扎实吧 所以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对准备困难上非常充分 当被问到是否适应美国的比赛环境时 王楚清直言其实还好吧 因为也来过美国 包括我们之前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 他时差距离这儿 也不像中国在美国那么长 对于比赛场馆较小的情况 王楚清表示没有 可能会非常的新颖 这种场地的布置 包括整个场地的这种设备 也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吧 包括没打完就会有那种雾喷啊 觉得非常的新颖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吧 谁能在这种当中去适应才是最好的吧 至于说后面比赛 王楚清坦诚 还是一场一场去准备吧 不论碰到谁自己都拿出这种100%的努力去拼对手